2006年一个德国人身穿兵马俑制服闯进秦始皇兵马俑坑 逼真的形象就连一名巡逻的武警从他身边经过时都没有发现 此时听到警报声的另一名武警站在高处似乎注意到坑内的异常 于是立即让同事去手指的方向查看 当再次来到刚刚排查过的地方后 这名武警摇了摇眼前异常的兵马俑 当确认他是假扮的秦勇后 惊奇他到底是如何做到 随后这一消息惊动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领导 因为这是兵马俑博物馆27年建馆以来第一个私自闯进永坑的游客 但此时即使被武警官兵围绕假扮兵马俑的这名老外 依然保持兵俑的姿势纹丝不动 最终在翻译人员再三劝说无补后 六名武警将他架着抬出了兵马俑坑 故隙太深的他即使抬走时也丝毫没有屈服 最终在派出所的一番教育下才得知他是一名德国人名叫马 当时是杭州一名艺术院校的留学生 因为对兵马俑有着狂热的喜爱 于是提前专门制作了一套兵马俑制服来到兵马俑坑拍照留念 但当天旅游的人太少于是他趁工作人员不注意偷偷跳进坑内 因为装扮太过逼真 听到警报声打来巡查的武警从他面前路过都没发现 随后派出所的民警考虑到他是搏迹友人 且对兵马俑没有造成耸败的情况下 经过一番教育让他离开了西安 但没想到的是 自此之后的马林一炮而红 还受邀参加了德国国家电视台的一档知名节目 多年之后的他再次来到兵马俑博物馆 为自己曾经的行为深感自责 但如果秦始皇拳下有知 他有个德国兵马俑的话一定十分的心累